好 再來來看到中法官 國級學校 家長協會辦理第九回 第十次理事長和李鑑司的受政典禮 由關長王輝美 辦法證書 讓新任的理事長 入軍 另外 現場要再來辦法到中學金 讓收支鄉和學長鄉有受的助攻合資 關長王輝美 除了講和 協會新任的幹部以外 也感謝家長團體的導致和付出 第十次 中法官 國級學校 家長協會 起辦理事長到這裡 關長王輝美 正常做一個題目 也來替協會 辦法中學金 和收支鄉來有受的助 那兩年四十一年 兩年四十到肯勝是學校的家長會 事業有成 對於公益 付出很多 今天他除了交接之外 也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的這個秀水 花壇地區的學校 志強的學生請他們來吃一堂飯 同時 頒發獎學金 和利海之外 那在這邊除了謝謝 我們的這一些教育第一線工作者 大家的用心 也要謝謝家長會 協會他們 對於我們教育的一個支持 南軍開表師 會變成協會經事 先為 學組 家長之間的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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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快樂 成長的 因為太緊張了 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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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啊 不只我們協會啊 不只我們可以聯合其他的協會啊 包括我們校長協會啊 我們聯合會 我們今天聯合會理事長也到 那我希望接著我們會長喔 然後 校長協會的力量喔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落實學統啊 像未來 我們除了加寫 除了辦一些教育的活動 還有一些講座之外 我們以後 未來沒有會著重在照顧落實學統這一塊 所以跟各位宇慧的校長跟師長我報告 如果以後你們學校有請安做出案件 也可以跟我們加寫來統治一下 用我們這個機會來幫助小朋友 那我要結合一些我們的社會資源 一起來 把這個品過到好 重法官 各級學校 加寵協會 一直都是重法管政府最好的教育朋友 在每個學校 也都是校長最好的幫手 是學校跟加寵 最好的教授 教育也是感情最好的大家庭 大家出錢 出力 出時間 也付出很多關愛 目的就是要讓金仔 在重法受夠用 遇到有最好的環境 到中華新聞 林貴英 秀祭彩虹波德